然后我想就说就算他们不太 不跳票就是民党不跳票 我们都一直在等就是何在发生 那我是觉得到2025年 我们的运气有那么好吗 就说你真的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然后就说到底就何废料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 那我是觉得你赶快不用 你何废料就不会增加 何废料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我觉得就是说台店每次来说 他们成本一度是五毛钱 那我说不是也不是五块是五十块 因为后端的成本是一个五血的成本 那日本现在有四个手下都出来反对就是反割 而且主张赶快费合不能再继续烧 第一个日本没有地方 日本是新生地产跟台湾一样 台湾又比日本更新生 他找不到就是可以放的地方 那日本的一个前手下 很有人气的叫小泉锤一 因为他影响力还很大 所以日本的核电厂商都一直 看他本核就好紧张 所以就赶快招待他去北欧去看 去看那些核废的储存方式 他一去看了 他去看了那个安卡罗什么芬兰那些 他们全部都瑞典都去过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这不行 他说日本不能用 因为日本完全找不到这样子的地方 他几亿年百块不会动的地方 跟你弄一下子百块就动 突然去前年又冒出一个新的岛的地方 完全是新的无人岛的地方 怎么可能用这种地方呢 那你核废一下就爆掉了 就是你在冒出去或发生地层不稳定的时候 就不知道 而且一定不能再烧了 那像那个这个低肩核废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比较小事 他只要不要搞成跟那个 就不要跟那个就是放在来雨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来雨实在是他们一度核电都没有用 我们居然可以这么冷心就这么狠心的 让岛上那三五岁的小孩子都自癌 还有去处理这些核废的工人 就是把他重新就是把他减装的那些工人 全部都丧命 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那我觉得就是要赶快你提前处医的话 你才20万桶就放着就好了 因为他基本上原来要不是 但是我是认为运到来雨区的当然是不止低阶啦 其实一定还有中阶的混在里面 所以造成伤害实在是太大 那我是从日本学者来 而且在台中碰过那些日本学者 他们就觉得就说 蓝宇现在现存在整个岛内 也有很多的无射热场 才会让小孩子 就是他们去查的时候也发现有超标 多少倍的都有 那数字是完全很惊人的 那网上都应该Google的到 这个委员会都否认 所以就说这应该要有一个 大家都能够信任的 那刚才那个就是西安说的那些事情 都是很快可以做到的 那而且就要赶快编语帅要准备牵出 那来雨的是就是说 就是大家都以为每次 就是说我们每次造那个合费 就造到那些黄筒子 黄筒子真的是小意思啦 就是说后面多了几十个零的 那个倍速的毒 就是那个用过燃料棒 那我觉得好不容易 我们要感谢有些媒体的朋友 终于把这件事情告诉社会大众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是